台鐵產業公務會24號前往台北地檢署 案令控告鐵路局局長打壓會員休假 強迫加班 違反勞基法 公會指出希望改善過勞問題 發起春節依法休假 拒絕國定假日加班行動 卻遭到鐵路局公文電報發文資格單位 為一頒表出行者遭礦職 強迫會員加班 不管是用烤機威脅 不管是用礦職還是免職來威脅 使很多會員心生恐懼 我們就是要來控告局長 處犯勞基法第五條強制勞動 局長身為鐵路局的主管長官 應該要依法行事 台鐵產業公會成員 递交約一千名會員依法休假聲明書 23號前往局長室缺照到拒簽 並且強行拉走幹部成員 不願與公會溝通 你本來就可以收下這些聲明書 然後來做人力調派 還有人力分配的處理 我們認為這個就是鐵路局拒絕 跟產業公會對話 以及就是在打壓 為賀動賀每一個會員 以及強迫每一個會員出勤 而鐵路局回應 將會全力投入春節運輸工作 對任何不理性 犧牲民眾搭車權益行為表示不認同 公會強調鐵路局已經調派人力 因應春節運輸工作 應該重視員工依法休假 記者相當倒休 台北市三郎報導 跟班傲議員觀看 有 uhh 感谢观看